110学年度大学繁星放榜 华联公私立高中 一共有221位的高中生 确定成为了大学的新鲜人 而其中又以华联女中58人最多 特别的是今年各校高分学生 不一定选择台大或者非医学系不读 反而就读自己有兴趣的科系 朝梦想大步的迈进 110学年大学繁星推荐在17日放榜 华联六所公私立高中 约有221人上榜 以华联女中58人最多 这次录取的是长庚中医系 我之所以不选医学系是因为 其实我从小就是以中医为目标 而且长庚中医它是可以选择中西一双主修的 它非常符合我的目标这样子 所以我对这次放榜的结果非常满意 我们华女并不是说只着重在医科 虽然医科可能是一个升学指标 可是我们华女华联的学校比较少 那弱点就是学生的程度 本来就有高有低都称斥不齐在里面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程度的学生 我们都可以协助学生 让他可以进到他自己有兴趣 对他来说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校系 所以我相信这些学生 他们并不会未来 读到他们自己校系的时候 并不会随便去做转系 或是放系重考这件事情 对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我们的学生 愿意来选择就读我们花女 那我也希望我们花女可以更进一步 透过这次的那个成绩的结果 还有落点的分析 可以再把这些经验再传承给明年的高额的导师 让他们可以更有经验的去指导我们的学生 让明年的成绩 其他像是花莲高中50人 四维高中43人 磁大副中41人 以及海星高中29人 当中有112人录取国立大学 都将成为大学新鲜人 花莲高中这次繁星放榜 总共有50位同学上榜 那其中有32位同学 录取国立大学 即医学药学相关科系 那录取绿 这个部分是有6乘4的国立大学 跟医学相关科系的比例 是历年之冠 我们这次可以填医学相关科系的 应该有12位同学 一个是上了中医系 一个是上了牙医系 但是其他10位同学都是录取 我们顶尖的国立大学 那最后呢 我们大部分的同学 我们都是鼓励学生适性选择 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是选择科系 而不是选择学校 所以这也符合我们12年国教108课纲的精神 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 也谢谢各位家长的支持 尊重孩子的选择 选择他想爱的 我相信也是帮我们花东地区 为我们国家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此大附中 今年有41位成功在新学生 其中华联区学策榜首周宇廷 此次也放弃医学系 反而选择阳明交通大学奠基系 而四位高中近年录取人数是华联师校第一 王首廖以为录取交大资公系 普通班黄自然则录取台大护理系 各校都有亮眼成績 记者蒋邦彦 华联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